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喜 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 联欢晚会 10月16日晚 王大仙 父林皇宫 300元及1000元门票 现已有售 扣票查询请见 2467 3088 王毓民 李怡 联合新书发布会 9月26日下午3点 普罗政治学院 报名请将姓名 电话 电邮至 hkpolitariat at gmail.com 名额有限 以赴9月月费网友优先 查询请电 2467 3088 家姐 今天水务署有人上来问我们有没有交水费 是吗 我早就交了 和myradio的月费一起交 蛤 是不是迟了交 没可能 可能他们吃饱饭没有事做 每个月我都在月底交myradio月费 就会比较费的 现在已经是月底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 未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描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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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大香港早晨 这个是myradio 和月费时报联播的早晨节目 大香港早晨 我现在才睡醒的 其实这一节是我唯一一节精神的 因为我 其实我只是准备了做 准备了做这一节的节目 这一节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要做这一节的节目 那名字都改了 这一节的题目的名字都改了 这一节就是讲这个 香港人麦小强的矫情文化 或者叫做 细说香港人麦小强的矫情文化 为什么要做这一节的节目呢 就是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大家听开我们的节目 你都要留意 我们经常吊人麦小强 经常吊咎左胶 说他们是矫情的贱人 矫情就是贱人 其实原句是 贱人就是矫情 但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推演 凡是矫情的都是贱人 这样就更加准确一点 那为什么要做一节的节目 去细说麦小强的矫情文化呢 就是其实我们是 整天都讲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很反对麦小强 很反对这样 整天懒失化 假扮辛苦 以受害作为一种光荣 以受伤作为一种勳章 自豪追求这个失败的浪漫感觉 然后大家就去讨论 哪个失败多些 哪个悲惨些 就是大家要斗悲 整个社会的文化 不是斗成绩 而是斗伤害 斗陰功 斗悲惨 这个其实我们是 由很久之前 就已经整天讲这件事 无论是讲新媒体 或者是讲社运 都讲的 譬如说佔领中环 我之前说佔领中环 就这样吵架他 最开初会讲到麦小强 就是我有一集 笑死朕 讲新媒体的运动里面 都有讲到的 还有文化脱萌 笑死朕里面 都有讲到 新媒体不可以靠麦小强 当时是在吊吊852 那时还特意播放 周星馳的唐伯虎点秋香 里面有一个情节 就是周星馳和梁荣宗 为了进去华府做家丁 大家斗争 一个是死老豆 一个是死全家 连狗都死了 最后赢了周星馳就是 连蟑螂都死了 连蟑螂 那只蟑螂就叫小强 连小强都拿出来卖 于是乎通称 通称这些卖可怜 贩卖的伤害 伤痕 这些矫情的表现 就为之卖小强 这个词语是我们发明的 讲讲一下 我们直接当了俗语这样做 有时讲讲一下都不能解释 就是说 连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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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中有 就走出来不断说 雨傘后 因为不敢说成功 这样就不肯去回顾自己的失败 于是乎 北风一转 扭一扭腰 就走去说自己雨傘后的创伤 连续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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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个都这么说 戴耀廷 又这么说 陈建文 又这么说 岑慕辉 又这么说 周永康 连何杰宏 都这么说 个个都这么说 何杰宏已经去到占领不关事的地步 除了做坏事之外 完全没有拱演 都走出来说自己的 都走出来卖小强 于是我就看到 这两天在网络上 就开始有人讨论这些矫情的矫情状态 以及开始讨论这些 其实一直都有讨论 这个风气也是我们大起的 就是我们也是打开这个风气 打开这个风潮 所以呢 但是呢 我就发觉有一样的缺失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 就是有些人在讨论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气 有这样的风潮呢 我想分享一集节目呢 我想分享一集节目就是 你听这集就知道 我发觉我们其实整天都说 但是我们没有一集是专讨这些东西 而且呢 因为我很流行的 我很流行我专讨那样东西 我的题目就直接就是那样东西 就是那样东西 譬如 譬如 我会做一集节目是讲政治宅的 那我想说别人是政治宅 那我就贴 政治宅 就贴那集节目 就贴那集节目去拿 那它显示出来就是政治宅 那大家如果有听的就知道我讲什么 没有听 看题目的都知道 我整集就是讲这些东西 又或者是 譬如我想讲 我想讲这个这样的 譬如我想讲给别人听 以后公民不怕抹黑的 那我直接有一集就是 怕抹黑的就不是以后公民 那我直接就分享那一集就可以了 然后又或者是 譬如 如果我想讲最坏就是黄阳大 那我直接有一集节目 又是最坏就是黄阳大 我一贴就可以了 那些这样的 所以我的题目是很好用的 我的节目是很好用的 但我发觉麦小强没有一集 我找来找去 我没有一集的标题是讲麦小强的 现在要继续 我现在继续 这是我们的公职 看门口 对 因为这是我们的功劳 大佬 这个是我们的船导者 我们带起这个船导者 大佬以前 以前是早一两年前的 个个都觉得 就是说麦小强一定行的 个个都走出来就是说 我讲一下自己 我怎样被人打压等等 然后现在一来就会被人吵 这个风气必然是我们带起的 必然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吵 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麦小强 我都说麦小强 这个是一个很差的风气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节节目 这个标题是说麦小强 一搜索就搜索到 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补回 当然这个丐方 又说了很多次 我们为什么反对这个 就是整个社会的风气 尤其是你现在就更加看到了 近日这么多在卖創伤后遗症 心理压力很大 心理压力很大 占你压力很大 那些 你就看到 大哥 那件事是讲成绩的 讲成功的 讲成不成功的 不是讲成不成功的 只是讲自己有多辛苦 自己有受多大的苦楚 有多大的伤痛 然后最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惨的地方就是社会的风气 见到有人惨 是会给他赞扬他 是会赞扬他 这个人真是厉害 你是考小学是这样 是啊 很惨的他卖不懂 你做什么都 不是 有时是会用的 就是等于之前 刚刚那集笑死 不是 再之前那集笑死就是讲的 就是有些 有些最 最恨人憎 或者最有害的 扮演做事的人 就是 扮演慘的人 我做这么多东西 是啊 我做这么多东西 我这么辛苦了 满头大汗了 通宵达旦 这些人你是对老闆 他背着也不能够 事实上 他在很多地方都行 他在香港是很多地方都行 但是他会带来一个很坏的结果 就是如果大家都斗产 那没有人做成绩 如果斗产是能够得到掌声 得到家许 甚至乎是得到资助 如果以社运来说 或者搞新媒体来说 甚至乎是得到捐助的 得到捐献的 得到支援的 这个世界是谁还会做好的东西 原来得到这个世界不是鼓励成就 不是鼓励成绩 不是鼓励成绩 是鼓励哭 是鼓励哭的 是鼓励惨的 然后 每个人都斗争 每个人都扮哭 这个世界不会进步 好了 这个我们批评了很多次 在不同的节目都批评过 我们今天 这集节目 是不是又将我们之前说过的东西 又再说一次呢? 因为已经在不同的节目 不同的节目都说过了 那今天是不是又再说一次呢? 今天就去分析一下 因为有人去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呢? 这个社会现象 当然是因为 那件事是 为什么大家都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有甜头 有诱因地去做 就是因为的确是合作的 实在是可以的 你做节目做得不好 你不断地告诉别人 我已经很辛苦了 我昨晚没有睡 我昨晚没有回家睡 所以我一定要以正时听 就是你睡了我的床 哈哈哈哈 是的 我们要以正时听 你不是没有睡 你还睡了我的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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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是一个 当然是因为有甜头 好了 但我们再转心一点 再转心一点去看就是 那为什么大家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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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家长 或者鼓励 掌赏 这些 扮惨 卖小强 啊 贩卖 这些 矫情的人 呢 其实呢 我觉得 这个是 当然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会卖小强 全世界都有左交 全世界都有这些 扮做事 然后搞到自己很辛苦 就在那 就当是已经 争取了成绩的人 全世界都有 但是我会这么说 就是 就是在华人的世界 特别多 我自己认为是华人的世界 特别多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中国的文化基因 这个完全是文化基因 这个是由哪里来说起呢 首先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 你需要知道 就是中国文化来说 就是 文史节不分家 是 为什么文史节不分家 就是因为 你是 因为文史节 其实都是用同一种写法写的 都是小说来的 就是 就是 中国特有的 全部都是很戏剧性 很故事性的 那些这样的 当然其他地方 其他都有 其他一些古典的 就是很多古典的 圣经也是小说 或者一些古典的哲学作品 也是小说 但是人家西方有科学的发展 有追求 人家有工业革命 有科学的精神 的实证主义 慢慢就去脱出了 这件事情 不是说外国没有人卖小强 不是说西方世界没有人卖小强 而是中国文化是特别严重的 是特别受这一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文化根本就不鼓励成功 根本就不鼓吹成功 譬如 那个风气在哪里开 譬如由史记讲起 就已经是 史记就是一个 史记就是最率先开这个先河 尤其是 他写这个楚漢商争的时候 也是被大家所称重的 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不以成败论英雄 以什么以论英雄 惨 惨 他不是以惨 他不是以单纯的惨 他是以一种最古典的戏剧手法来入手 就是悲剧英雄 那个悲剧英雄就是 那个英雄很厉害 他有能力 然后付出了很多 但是未竟全功 也就是王之锋所说的 武功而言 未竟全功 未竟全功 就是最浪漫 其实 其实这个是一个戏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一些经典的 尤其是希腊神话 或者希腊的古典英雄 都是以这种方法去塑造英雄形象 就是失败的英雄是最浪漫的 他是一个英雄人物 他有很高尚的情操 他然后也有很大的付出 但是问题就是他命逃多绝 他已经这么厉害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达止一个成效 而史记就用这个方法来写 就是用了很戏剧性的方法去描述項语 于是乎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你想一下 那你想一下 你回顾一下 我们自古以来的英雄名将 全部都是打败仗的 扑你一间 哦 哀语 哀语 这个项语 项语 刚才说了 大家都很推崇一些名将 譬如是岳飞 岳飞就是他被奸人所害 被秦魁所害 然后袁崇煥就是这样 那你就会觉得这些英雄很悲壮 他打仗这么厉害 但是偏偏被拖口去 我们好像在中国历史没有说的很厉害的将军 是啊 你不推崇王太极 人家打仗这么厉害 诚吉思汗 你不推崇 譬如开国君主 他不会推崇他很厉害 通常是入城的毒滥杀 是啊 他不会推崇他的白手兴家 譬如你不会推崇朱元璋 多厉害 多厉害 只是说他之后就杀人 你当然会找些东西去挖苦他 你又说他杀人 当然事实上都有 但是他不会歌颂 成功的那些他不会歌颂 譬如都是弱世起家的 都是弱世挖 去到朱元璋都是弱世挖的 由弱世打到天下回来 除了朱元璋之外 譬如朱棣燕王 你都是没有王位 然后发配这个偏方之地 风地 然后吴佳 想一想 你老母亲军室 打回去 举断 但是你不会歌颂他 因为他贏了 然后他散位 散位 你没有悲惨的元素 就没有戏剧的元素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 中国的文化基因就是 很追求Dramatic 追求Dramatic 多于追求实效 他们歌颂Dramatic 歌颂这个很悲壮的那种 气劇效果 而多于就是说你达成了什么 达成了东西 很少 譬如中国四大发明 你一瞬间都说不出哪个发明 你每个有成就的人都很想歌颂他 可以瘡蝶啊 促成啊 那些 整个文化都是这样的 譬如中国诗词歌赋 全部都是说惨的 是的 全部都是统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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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话题 其实不是很惨的 譬如举例就是 例如李伯 李伯你还想怎样 你都这么红 你先试试 第一就是 你本身不是穷的 你事实上不是穷的 你经常写到自己很穷 但其实你也是 你是接近权力核心的 当时你也 但问题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重要的权位 那些那些就为之 那些就为之坏出缘了 然后就写到自己很惨 写到自己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不就是狠狠 就是一个人都没有 最多优秀者明天有上班 搞到自己很孤独 但其实你看看他其他诗诗 也不是的 你看看张晋走的 不是的 五花马千金扣 呼而将出换走来 证明这个狠狠有钱 孝中的 孝中的 孝中 而且你呼而将出换走来 呼而将出换走来 呼而将出换走来 即是叫个孙子出去 拿我的马 即是拿我的车 五花马即是靓车 即是靓马 千金扣即是Fur 即是那件Fur 很贵的 拿去买走回来 换走回来 那你有工人又有Fur 又有名车 你只不过喜欢喝酒 就换走了 那这是你个人选择的问题 那不是很惨 即是一定会写得很惨 是一定要 即是整个文学 文学是一定要 即是当然描述 怀才不语 幽愁 当然他的文学成就很高 即是跟现在的 麦小强那些艾文青 当然差很远 但问题是整个主旋律 整个主旋律都是在说 都是在说怀才不语 即是譬如你看 苏式扁官 接着就写得多陰功 那一首是定风波 即是一桑烟雨任平生 那你其实都是官 都是官 即是以我们这些 即是没有基层文学 没有基层文学 没有基层文学 即是除了去很原初那些 凤亚众之外 基本上是没有基层文学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一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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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族 市族去 甚至没有办法 成为行政会议成员 全部都是说自己做不到行政会议局 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做不到行政会议局 主要就是说这一件事 这个是整个 文学就是这样的 但是文学就是这样的 文学就 的确就是 譬如刚才说的 这个不只是指于 不只是指于中国文学 而是世界的文学 都是塑造那种失败的浪漫 那你是寻含感情的 失败的悲情就是这样 那你文学就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文化大争的地方是什么 文史折不分家 就是你全部都是这样的 你史学也是这样的 由史记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 都渗透了这个意识在里面 虽然没有史记那么严重 就是没有史记 不要说严重 这个是他 当然他有他的历史原因 因为他不敢喜欢汉武帝 他想射狗去汉室 他当然是一个私怨的角度出发 但是问题就是 他又写得好 他又写得好 就是说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 实在有太多卖小群 卖得太厉害的人 就是神父其己 他们卖到一个地步 你会觉得真的很惨 真是很惨 真是很惨 譬如曹雪芹也是这样 曹雪芹 曹雪芹当然也很惨 就是被抄家 但是他的惨讽是夸大 譬如他在他的诗作里面 又说他自己 就是这个 要终日卖画 酒尝射 这个意思就是 我又要卖画为生 在街头卖画 喝酒又要卸素 但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是正白旗子弟 正白旗子弟 是不可以犯法的 你在街头摆街档 会被人拉够你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夸张 你起码都会上PMQ 他有长讽的 你只要抄了家 也是有长讽的 好了 这些就是一个 因为在文学史上 有很多麦小强很厉害的人 于是他那个麦小强 我当然不会说 你拜矫情的赤人 我不会这么说 因为他去到另一个境界 麦小强卖到这个地步 这个就是一个文学技巧 是 这个已经脱出了矫情的框架 但因为有那么多 那么厉害的 你整本《同斯丹八手》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说这些 大部分都是说 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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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打仗 我打仗真的很厉害 你不要相信我 我写诗 是 全部都是说这些 那你变了 你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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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有那么多那么厉害的人 那么他的文化气氛 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当然这是一个偏颇的说法 因为周围的文学都是这样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你连史学也是这样 连哲学也是这样 那么哲学怎么去体会 是这样的呢 我想说到这个 譬如近日 说了那么多 关于那些左胶 在这里说自己 如何占领又不成功 我其实本身 都只不过是 想出来 是被迫上马 我都是 我都是 参与社运 我为什么被人平头稳足 我做不到 我都不想的 其实我本人 都是 我只是一个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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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个明星一样的学生 大家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想说这些东西 最早有这些矫情的文献 就是《论语》 《论语》有一篇文 其实我那个年代 中学读书 大家都会读的 那篇文叫做《先进》 《先进篇》 《十一》 那篇文可以让我 借少时间去做古文赏识 我觉得这篇文真的很精彩 我小时候 已经觉得这篇文很精彩 我记了很多年 因为这篇文 是整个论语里面 我自己觉得最特别的一篇文 那篇文 《先进十一》 就是孔子围着几个学生 一起去讲志向 讲志向 即是《论语》一套著作 当然是一个文化和哲学 即是一个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石的经典巨著 那里面有 当然你的儒家精神 我们有很多面貌 譬如讲《倫常》 讲《谦厚》 讲《礼》的重要性 整个气氛都是鼓励 如果我们讲整本《论语》 因为整本《论语》是文答式的 而《论语》基本上 在《文答式》之中 其实它都有一定的故事性 其实《论语》本身就是孔子转 其实它某程度上 都有一定程度的故事成分 所以你说它有一本小说 当然不是很准确的说法 但它也是一本故事 它里面有很多故事 而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人物 最主要就是孔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看的《论语》 但你怎样都大概知道 瑜伽文化是怎样的 而《论语》也是一本 挺好看的故事书 而里面也有很多角色 挺出众的 性格鲜明 对 性格鲜明 而《论语》中被人扔得最多 就是《子佬》 《子佬》 《子佬》讲什么都给孔子看 是啊 《子佬》 《子佬》 《子佬》当然不是《子佬》 《子佬》当然不是《子佬》 《子佬》是很棒的 《子佬》 《子佬》是整本书 《子佬》是整本论语中最能上进的 做生意 也有财师敏子 口才了得 他口才了得 孔子也承认他口才了得 孔子承认他口才了得 通过什么方法承认的口才了 就是承认他 他就说孤乎扶寧者 孔子孤乎扶寧者就是 我最討厭你那些考研定式的人 我最討厭你那些口舌变级的人 那其实是贊他 你口齒 其实是不能够他爭 撲你的街 我承认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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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了吗 拼了吗 联了联了 联了联了联了 联了联了 文言文是什么 好了 如果有人研究论语 你可能在Facebook或在车夫公里更正我 我真的未能叫孔子赞他 我未能叫孔子赞他 一来就屌 最aggressive就是指路 然后就是实屌 然后有一篇 就是这篇 我想说这篇 有人在车夫公里贴了 大家都可以提一提 你在车夫公里提一提 我们快速去讲一讲 这篇叫做先进十一 这篇文为何特别呢 就是孔子围起了几个学生 然后一起研治 讲人生 如果论语中最体会到人生观 或者这本哲学经典 他认为人生是应该怎样的呢 这篇文章就是最直接去讲的 就是在讲自向的问题 也就是在讲何为成功 人如何才为成功 就是去讨论这件事 他一开始就讲了 就是讲子路、曾典、艳友、龚西华 整班和孔子就在围牢取暖 在那里坐 孔子就跟他们讲了 他就说 我就比你们老了 他说以吾一日常乎以 无吾以也 意思就是我老了 然后他就说 你们就经常说 你们就经常说 不吾之也 如或之以 則何以灾 意思就是 你们就经常说 没有人想识你们了 你们就经常说 你们年轻人经常说 尿你到底 又说没有人给你机会了 没有人想识你们了 现在如果有人给你机会了 总之你的才华 就是知道 能够去到知道 就是人们知道你的能力了 就是不会有怀才不愿的情况 那你又觉得 你又想怎样呢 就是无端说 假设资讯流通的话 意思就是 现在让你上位了 让你上位又怎样 现在个个人都重用你了 第一个就是指路说 指路真的看 就是这样的率以对弱 即是立即打他身边说 对 指路都没有打 指路很厉害 指路是厉害的 事实上他本人也是一个 游走于各国之间的岁客 他在吴越战争中 他的岁客角色也很重要 他说这个 指路就在说 很大的宏图的抱负 千城之国 涉乎大国之间 家之以私里 恩之以基锦 尤也为之 彼及三年 可使有勇 且之荒也 他在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管理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就是千城之国 但是那个国家就大乱和 他就涉乎在大国之间 那些大国就欺负他 然后又加之以施 又出兵凶负他 然后又锁他梁 那些不重要 如果陷加令有我指路在 给三年我 我搞得那些人 个个都很勇武 打个人回去 然后 然后 全面都规规矩 就是这个 他那句是什么 扯之荒也 即是说 规模也有 文化也有 又打得很厉害 那些 然后孔子一听到 他就说 他就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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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认识了 他也认识了 又是你叫我说话 说完之后笑 你只是说假设 假设 假设 现在说梦想 当然很大 你会有什么梦想 你的梦想想要 我就认识了 我就认识了 在各局之间 我跟完之后 我去管理他 我辞了 就搞得了勇 我有信心做到的 寺文年就被我搞定 是啊 他就认识了 他就认识了 你又认识了 你又认识了 你认识了 你笑咬人家 我认识了 你又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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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教学生 这个就代表了一个价值判断 他后面也有说的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笑咬他呢 就是说 囂章 不知方寸 那整篇文章就说 好了 他笑完了 他说 他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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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唯有问 他就问 他问阿球 就是问艳友 我说 不是波球 他问艳友 阿球 你又怎样 他说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千成之国 但又说自己有大字 然后就说 我也是自理国家的照片 但没有千成之国那么厉害 那就是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文学的人很厉害 他是描述 我想管你的国家 不用太大的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意思是 方圆六十条街 六七十里 再不是小一点 五六十里 你明白吗 多厉害 六七十里 五六十里都可以 那我就会怎么办呢 如果这么小的国家 如果我去做 给我三年 因为三年 我起码可以令到人民 封衣触射 可使触民 但至于礼乐的东西 就留给 以挨君子 留给其他 枝书识礼的人做 我不懂的 我只是给饱饭他们吃 孔子不敢说话 那问第二个 又另一面 对 接着就问公西华 公西华 公西华看到 你到最后 他已经缩了 你都不认识 你都不认识 那公西华 就再缩了 公西华 就再缩了 再缩了 就说 非弱能知 愿学而言 不敢说识 不说识 不说识 再说识 再说识 师傅我不是说识识 但我肯学 我叫他学识 不要说什么自觉 但是就是 忠廟之士 愚慧童 端章谱 愿为小相 其实都是在说自觉 因为什么叫忠廟之士 愚慧童 其实忠廟就是国家 在春秋年代来说 忠廟之士就是 你掌管国家的人才可以做 不是大家都可以掌管制制的意识 愚慧童 会同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会议 在这些会同的场合里面 我负责端章谱 端正的礼服 我负责打点礼服、礼服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掌权者做的 在那个年代的文化来说 我做个小相 做一个都是拜相 都是拜相 但是小相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小的 我做一个小小的宰相就可以了 那些这样 然后呢 但是缩到这样 你听不听到 整个过程就是 一开始就是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毛泽东的大明大抗 那些这样 你们说 随便说 讲一下你们的梦想 讲一下你们的梦想 讲来听一下 然后子路就说得很厉害 我做你的位置 很厉害 怎样 搞得很厉害 打把 然后第二个学生立刻缩 小小的 六七十里 那些这样 风衣足成 不出声 不出声 然后就越来越害怕 就是 学一下东西 学一下东西 在外交事务 给他小小的机会 学一下东西 那就赚鬼了 做个WHO好不好 说到这样的地步 搞得学生越来越缩 搞得学生越来越缩 孔子都不理 然后孔子也是不知可否 然后他就问最后一个 就问一下曾典 就问一下曾典 那你又想怎样 曾典呢 这个描述就很臭串 他这个是这样的 古塞熙 亨以 舍失而作 对弱 异乎三子者赚 这样 在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描述就是 在现场的环境 他原本在弹琴 在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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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老师问到我 那我就停 然后我再说 我和他们三个不同 不相当 不相当 然后曾典就说 他就说 莫春者 春服寄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亲人 玉符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二 玉符二 风符舞 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个没有 糟了 忘记了 先找回 搞错 搞错 弹琴卡找回 这个是鱼字 风符舞鱼 泳而归 那就是 再读一次 顺畅一点 不 我觉得也是你读的 哈哈哈 这个 莫春者 春服寄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玉符什么 玉符二 玉符二 风符舞鱼 泳而归 然后 孔子忽然感慨 就说 吾语点也 就是说 我跟你想的一样 那曾典在说什么呢 他就说 我没有什么自觉的大致 他没有说这一句 他说实际上 我的理想就是 就是在这个 莫春的时分 就是天气好 然后大家穿得好 然后大家穿得好 然后整班人一起 成年人五六个 年轻人六七个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玉符什么 玉符二 就是在这个河边 我们就在沐浴 更衣 或者是清洁 整理 然后就在这边 偏偏起舞 唱歌 一边唱歌 一边跳舞 然后玩到累 就回家 禁天 然后孔子就觉得 真是好 这班人 整篇文 整篇文 在整个论语中 唯一有一篇 去讲述 这个 字向 或者是个人 字向 你看整篇文的铺牌 就是 你一讲大致 就笑够你 然后你一路缩 一路缩 但凡有成就的东西 他都不如可否 然后有一个在弹 揭嘎的香蕉奶 然后他就告诉你 其实我不是想达成什么 我只不想拿个生活体验 然后生活体验够了 然后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散水 感受民主的生活 然后大家体验到这个生活 然后唱完歌 那就散水了 然后孔子就说 我和你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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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 你看看 你看看 不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史记 或者是名将的歌颂 或者是诗歌文学 就连哲学的经典里面 因为本身 因为本身论语 极可能就是在孔子过世之后 承书 由他的弟子 去根据一个思想的纲领 以对话形式去编络出来 而因为孔子 这些毕生都是在政治上不得志 于是去描述那件事 就是说 其实虽然是不得志 但是不得志之中 其实也不忍恨 也不忍恨 真正的志向 就不是说要有千成之国 什么样 使之扶勇 也不是使之民族 而是拿一个体验 做不到 不要紧要 我们知道我们心里做些什么 我们知道我的志向是什么 然后真正我们追求的生活是什么 真正追求的生活 就只不过是 拉着几个小孩 在河边 催下水 唱歌 这是我们真正的生活 也就是摆个姿态 告诉你什么 姿态就是告诉你 我其实就是喜欢唱歌 催水 跟那些小孩玩 政治上的东西 做到 做 达则兼善天下 窮则独善其身 然后我们就自己玩一下水 在催戏 唱歌 我们连我们最古典的古早的经典哲学著作 里面 唯一一篇是关于个人志向达成的 他透露出来整个气氛 整个编排 整个顺序都是告诉你 是不鼓励成功的 是你aggressive 地追求 梦想追求成功 老师是吊咬你 但是你退却 你然后告诉大家 就是说 其实我也不愿意志在 我追求那个过程 哎呀 师傅就说 我和你一样 你对啊 你对啊 你答对了 我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那你在这样的整个文化氛围之下 再加之于我们这么多的 一些文化上面的 这么多鼓励失败的悲剧英雄主义 你自然就会将这种创伤 虽然未能够成功 但是偏偏带来了很大的伤痛 和很多的努力 过程很多的辛酸 就描绘成为一种 英雄式的浪漫 然后甚至乎是加以歌颂 加以鼓励 再加上就是说 香港为什么特殊有这个情况呢 就是因为在港英时代 英国老的政府 是特别鼓励这个捐献的慈善 在几样东西加起来之下 就令到大家 不以为 不以为 慘 辛苦 吃力 有伤痛 去给别人看 就等于是一个成功的勋章 于是世界就不进步了 于是社会就不进步了 还有 这个是 其实我们是 好了 说完这些东西这样 那么这个文化 是不是应该要扭转呢 也是这么说 也会反过来说 香港人是最有能耐 也最有机会扭转这种文化 因为香港是一个最贪婪的商业世界 是一个最贪婪 最讲求实力的社会 只不过 一直以来 文化、文艺 或者社会运动 这些东西 都和商业是切割开的 就是变成了 在整个香港文化里 成功是一件俗的事 失败是一件雅的事 于是彻底切割开的 好了 接着一些俗成功的商人 李嘉诚也开始撤育了 于是那些不再 就只剩下一群雅的人 一群追求失败的人 而雅的人都是追求失败的 那整个社会都失败了 他不一定追求失败 他本身是失败的 所以某程度上 我们是要找回我们的野心 贪婪 追求成功的定位 我们才可以扭转到 而且不要将成功归类为 不要像孔子一听到子路说什么 就扭转到 说什么都扭转到 追求明理的 是的 他追求什么都扭转到 子路是追求什么都扭转到 子路介绍人家去做官都扭转到 什么都扭转到 他介绍人家去做官 害够了别人 多扭转到子路 什么都扭转到别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破除这个文化 反思这个 这么有缺陷的文化 OK? 哇,做了40分钟了 但是 什么呢? 先投票停了 为了把这个资料都没办法 尽力去做 差不多一集的 这些节目那么扭转到 有人有转到就说 顏梅最扭转的 什么? 即是轮着里面 顏梅是 顏梅 是的,顏梅 很多人都觉得 顏梅很扭转 太子路 顏梅很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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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体内很扭转 中直扭转 不是,他表演很扭转 又死得很扭转 为了扶自己的顏梅就死了 在宫廷斗州里面 顏梅歪了 不行,我要尊重自己的义用 死了 那这个当然是传说 但这个传说也这么扭转 你可想而知的人 大家平时怎么看这个人 扮到讲音的地步都有 死了 没理由 在没有劍的时候 会扶自己的顏梅 没理由 但这个传说就不敬而走 那么雷霆 不敬 是啊 当然可能是指路抹黑的 哈哈 不排除 真是夸张 很长命真是重要 讲笑的 是不是结束了投票 投票完了 就是说你的iPhone 如果被Xcode的木码影响到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投票结果出了 最多人觉得 就转用3310 就最好 第二就说 不安装Apps 那你要iPhone来吧 第三就转用Android 齐齐喝完水 第四就不用电话 就是这样 好 那今天就 很晚了 10点20分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今晚的2月政治再见 记得帮我分享这次节目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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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